这有很大的那个核桃树 对 棉盖如榴莲芝 可以吃的这个 我后面还有几个大的 真的啊 这里 这里有几个 都摘得很好 几丁香 它是在这个茶树里面 特别好吃 很难发现 很费劲 这边很多茶树 但是没有人管理 这个好像就是水集中吧 哦 好像是的 这是奥特摩王 还有三个 那里还有四个奥虎 原阳书院 在苍山上的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茶厂 洋河茶厂 高山乌龙厂 这种旧房子都是隐居的人租的 一方茶所 原阳书院 书院都是弘扬国学的 看看书院里面还挺大的 你看我突然发现了马银 你看我突然发现了马银 它像一个马银 你看看 原阳书院 这里 有一个空瓶 车停在这里很好 你晒不到太阳 然后有条路可以上山 这里空瓶的树是板栗树 你可以捡到板栗 看地上的板栗 哦 那个大核叶 扫把菌 太小了 你就慢慢的长吧 我们就不踩你了 淡紫色 这个紫色很嫩 好漂亮 这片地方 上午有人来过了 看跑了到处都是 一人踩它一朵 乔面菌 它这感觉刚刚有一点发黄 对 然后这个尖顶 有点像鸡虫 很可爱 一般人不认识这种菌子 没错 绝对没错 没错 好大一朵 哇塞 看没 这种菌子最多 但是不认识 跟到啥 看 有甲根 有瘦巴菌 这个绝把菌勉强可以 然后 那个里面还有很多 对 但是它好小 这种绝把菌 好像长不大 就只能长这么大 今天我们捡的这个菌子 我们 放了点肉 做糖 这是紫钉香膜 口感滑滑的 有点甜 很好吃 看见没有 笑真满地 比较有嚼劲 味道特别的鲜 可惜它少了 一般的话 如果蘑菇 我们建议不要混着一起吃 我们是认识 所以才今天煮的汤 你看看这个 紫钉香膜 和那个马鞍菌 我觉得下火锅的话 特别的鲜 放点肉